就是给对方一个kiss goodbye 那这个呢其实呢在结婚之前 我们都是不会做的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遇到超级生命力 把我们的婚姻从红灯变成绿灯 那我是Debbie 来自澳洲的学员 Debbie的问题呢就是在婚姻上呢 亮起了红灯 那当时呢在遇见超级生命密码之前 虽然说结婚了六年 那其实呢婚姻在大概三年至四年的时候 就已经起了红灯 那当时就是跟先生呢 讲话呢就是不会讲的太多 然后讲了讲了就是会吵架 那之后Debbie呢就觉得说 哎 吵架的话我会吵不赢 所以就变成冷战 那当时呢那先生呢就是也是工作非常的长 然后压力很大 所以在家呢非常的暴躁 然后也不会帮忙住家室啊 当时Debbie呢也是一个 就是有工作的妈妈 所以当时就觉得说 你孩子全部都是我包办 然后还要工作 所以自己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就觉得说哎怎么跟我当时结婚的那种场景 那种想象完全不一样呢 所以就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就也起了就是说想要离婚的念头 之前呢也找了很多身心灵方面啊 看了很多书籍就是去很积极的去找方法 就是有很多问题 然后想去解决 但是我没有这个方法 那非常的感恩就是 我的经营人 援任同学呢 那他当时呢 是刚从台湾回到澳洲 那他就跟我分享 他有这个非常正能量的书籍 就是抄袭生命密码 然后看出我有没有兴趣 那当时呢就觉得说 我今天找了很多方法呢 就是找不到说我需要 可以真正解决我的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当时他跟我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想说好那我们试看看 那就如老师在书本里面有讲的 就是我们来做实验 就是不需要做完全相信 但是来做实验 所以当时呢Debby呢就决定了说 好我要做这个实验 那在读完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 然后也有读了地址规 然后做书籍里面的步骤123 那在这些薰陶下面呢 Debby第一件事做了 就是跟先生做深层的忏悔 在导师的教导下面呢 了解到说自己有很多 逻辑观念是不正确的 也因为自己的逻辑观念不正确 在导致自己其实就是 制造了这些问题的制造者 然后返求租籍之后呢 慢慢的就是跟先生有办法 慢慢的跟先生沟通 跟先生就是变得可以像朋友一样 就是像结婚之前那种感觉一样 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手牵手 那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就是出门要去上班的时候 若是他出门去上班 或是我出门去上班的话 一定都会跟对方说 就是给对方一个kiss goodbye这样子 那这个呢其实呢在结婚之前 我们都是不会做的一件事 刚结婚的时候也不会做 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 就是说遇到超级生命密码 就是有办法说 让David跟先生有这个机会呢 把我们的婚姻呢 从红灯变成绿灯 那先生当时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工作的 疫情之前 他的工作量就是一个礼拜 要工作100个小时 然后压力又非常的大 在当我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 运用超级生命密码的 就是法宝啊 然后工具之后呢 先生可以找到新的工作 那这个新的工作真的非常的棒 他就是工作量呢减少了 就是变成平常的时间 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而且非常的轻松 然后呢 他的那时候的薪水呢 也是维持是一样的 但是呢 也是用了操码的方法呢 非常的感恩在那个疫情的期间呢 有了很多的面试 之后呢 总共就是有两个公司聘请David 所以当David答应去做了面试 那真的是贵人呈现 然后还有非常感恩田地 给David这个礼物呢 因为在做这个面试的时候 其实David是没有做准备的情况下去 去做这个面试 但是第一次做面试的时候呢 非常的成功 那那个主管也很喜欢David 所以呢 在隔天之后就说要给我第二个面试的机会 那在第二个面试机会之后呢 其实他们就马上跟这个人力公司就说 他们希望可以聘请我 所以David就接了这个新工作 然后也非常的开心呢 因为这个新工作直接帮David加薪了30% 而且那种的同事也都是非常的很好 非常的照顾David 那David的新的主管也是很照顾David 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让我的婚姻呢 可以从红灯变到绿灯 然后让先生还有David自己在这个工作的职业上呢 都非常的顺利 可以找到新工作 还有好工作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